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道和 今天最大条就是瘦肉筋这件事情 抄了好几天 中央跟这个地方终于达成一致了 的确这一块肉里面都验出了西部克罗 好 现在答案出无之后 完蛋了 中央还记得那个人吗 王碧胜 之前跟大家讲说 为你们要去问问看台中 为什么这么急于要公布 为什么要脸书上面写了五点 然后认为说可能是实验室污染 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在 现在明明确确验出来之后 人去哪了 早上记者打了一堆电话 他的手机是关机的 中午宣传出来谈了 他出国了 接到记者电话赶快说 我认为我说的都是对的 但事实就摆在眼前 王碧胜你要如何自圆其说呢 而行政院下午马上出来 大动作开记者会 直接定调这是一个个案 直接跟大家讲说 这个事情可能是有很多的污染源 不单单是怎么样 要来慢慢的清查 你之前不是已经花很多心力查了吗 你说不是跟大家带了风向说 都是台中恐怕有一个政治风暴吗 你现在答案出来之后 你要如何自圆其说呢 所谓的毁如计划 难道被反杀了吗 好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张雨萱 大家好 大家好 前国民党发言人肖静言 大家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山后知 大家好 桃園市议员黄敬平 大家好 大家平安 好 我们现在来关注的是 过年就快到 你吃桌到底安不安心 台糖这件事情 台糖之前不是很多 立委跟他讲说 台糖你要去告啊 他回存你的名誉啊 今天潮水退了 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食药署检验出来了 瘦肉精的确含有西部特罗 分别食药署跟台中 分别再次检验 一个是0.001ppm 一个是0.002ppm 他们说 这很少啊 别担心 什么不要担心 台湾之后是零检出 谁关你担心或不担心 就是有 就是不能够吃 好 现在该怎么办呢 记者开始去问王碧胜 因为王碧胜这两天 一直在带风向 果然他没有接电话 果然原来知道他出国了 而行政员就像我刚刚讲 行政员跟大家讲说 不排除任何的感染源 好 那现在食药署上 吴秀没说啊 此次检出的标准 非常的低啊 但法规标准是不得检出 非常有良心一个说法 那农业部 次元刀直接拿出来了 直接跟大家讲 台中市检出的 微量西部特罗 属于单一个案 不是系统性的事件 这不是跟之前一样吗 之前跟大家讲说 哎呀 这个可能 这个只会很少量啦 可能是有其他的事情啦 慢慢切割 到现在两方都验出来 还在持续切 还在持续切割吗 好 那台党怎么说 他说啊 其他地方的检体 都没有检出 只能等待专家来研判 只能继续等 继续煎熬 到底在煎熬什么 你不知道该把话 给讲清楚吗 你的上塞 你的饲料 你的屠宰场 你的分割场 那些什么问题 你不是应该跟国人 更讲清楚吗 来雨萱 我们就直接看了 今天食药署 今天中央跟地方 全部都验了出来了 现在还继续在推脱 刚刚我刚讲 行政院也带头出来推脱了 你怎么看 不是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最近政坛包括整个行政系统 大家都不喜欢穿裤子 流行不穿裤子还是怎么样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 最可恶的在于说 王毕胜第一时间出来的反应 因为你今天作为一个地方 台中市政府卫生处 他们查核 基本上他们查了22次 22是代表什么概念吗 代表他们也不想公布这个消息 最重要是他拿出最明确的6次 就是0.02ppm 对不对 他才不得已公布这个消息 各位你要有个概念 现在要不要过年了 跟大家讲新年快乐 对不对 但你在过年前细请问 没有选举的状况之下 台中市政府会没头没尾的 去针对台糖吗 没有必要 进行政政操作吗 没有动机 是 我们讲台中市政府 没有任何动机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很显然 这是单纯的食安问题 好 既然我们定调 这个是食安问题 而且他们也没有指控说 台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 或者是说 他们确实在台湾柱上 有所谓使用这种瘦肉筋的疑虑 他只是很单纯提出这样的一个报告 结果我们看到卫福部的反应是什么 跳起来 对 跳起来 就很奇怪 如果是食安问题 你应该是说 好 那我们也介入 我们来好好调查 我们检验其他批的批词没问题 所以我们去了解过后 发现台中这一批 我们是不是要作本追缘 去了解到这一批的状况是什么 结果没有 我们看到王碧胜是什么 你急什么 你为什么要那么急 你在急怎么急 应该要审慎一点 王碧胜他说台中市政府 应该要审慎一点 甚至昨天晚上他自己发了脸书 还说五大荒谬 反正总而言之 完全站在厂商那边 然后大肆地去批评台中市政府 他把这个变成什么 政治对抗 他认为台中是故意的 你是政治操作 台糖没问题 对 就是蓝绿脑 选举已经选完了啦 王碧胜 重点是他最讲可恶的一句话是 他跟台中市政府讲说你应该要审慎一点 而且你太急了 所以显而易见他在表示一件事情 你台中市政府误判了嘛 那配合一个组合拳 这时候有两个人跳出来啦 一个叫蔡依宇 他们那种养猪大献 我还可以原谅他 对 另外一个叫陈廷飞 开始说台糖你赶快去告这个 告这个台中市政府 他就台糖去告台中市政府啊 我说妈呀 然后说都是零 都是零 都是零 然后开始痛批说这是政治操作 痛批这个 然后王碧胜等于是什么 组合拳嘛 我一大一唱 我一言你一语的 然后把所有的过受去卖个就好啊 还有王美花当啦啦队 我们深感遗憾 怎么会有这样的数字 没有尴尬的来了啦 卫福部结果出炉啦 对不对 这吴秀梅跑出来洗地啦 就是验出0.001嘛 有啊 就是有嘛 是 所以证明你们先前质疑台中市政府 因为各位我们不要歪楼 大家不要学科文者 重点是在于说这一批批号 就是验出来有问题的猪肉 对不对 我们就针对这一批来讨论 你不要跟我讲 怎么讲说其他的批又怎么样 是不是又污染什么的 结果王碧胜大翻车之后 人跑哪里去了 出国啦 他不是跟你讲要省慎一点嘛 所以碧胜啊 以后发言要省慎一点 那你出国的时候 我看你倒是省慎多了 因为马上出事情 马上去逼风头 人就不见了 算真的严重来哪里吗 你今天是这件事情的主则单位 过年前夕出这么大的疲漏 猪肉出问题 理论上卫福部市长 你应该要干嘛 作证嘛 你要把这件事情 处理到整个风波平息之后 你才能够闪人嘛 但你觉得你这个时间点马上就跑了 我倒想问你是家庭出游吗 跟哪一个家庭出游 因为我搞不清楚 你省慎一点好不好 你全家都省慎一点 所以跟我讲 最可恶是好 你吴秀梅也跳出来 结果知道吴秀梅怎么听他洗地嘛 王碧胜前一天讲 台中市政府这个搞笑啦 0.002ppm 我们这个最高的上限标准 就是0.001ppm 他说检验的上限是0.001啦 结果吴秀梅今天怎么跟你讲 0.001很低啦 你不是检验上限嘛 怎么又很低了 都你们在讲 然后你知道他说 这个东西西布特罗 他说他的毒性是什么吗 他说没有啦 其实还好有点刺激 有点刺激 有点刺激 什么刺激啊 有点刺激嘛 不要问那么多啦 这个没有很毒啦 有点刺激而已啦 还好啦危害不大 因为剂量很低啊 开我什么玩笑 他是千倍的萊克多巴胺毒性 人家就讲 全台湾 中华民国 到世界各国 到欧洲 到美国 到日本 通通都禁用 然后你跟我讲还好 还好你就多吃一点 你就把所有整批 有问题的肉品 检验完之后 你吴秀梅 直接全部塞到你嘴里面去 开什么玩笑 来静言 我们只能说这次王碧胜 真的太反常了 从一开始他是护航到一个不行 大家有人说是为了520 要留任你 你才这样做 但怪的是 我们今天你吃我吃 独眼荣也吃 今天检验集我就要出来 你就这么刚好 你就飞出国去 你就这么刚好 早上手机就关机 就这么刚好 要其他人来帮你擦屁股吗 这个王碧胜 你就不用回国了 安心的去吧 出国玩就开开心心的 大家不要忘记 第一时间 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黄碧胜跳出来讲 奇怪 薛瑞源这次反而 角色好像被 黄碧胜抢了风头 是不是黄碧胜想要 去跟他争这个 卫福部的部长 黄碧胜在那边讲说 这个台中市政府 应该要审慎公布 什么叫审慎公布啊 依照食安法规 查到这种东西 本来就是立刻要公布 这个就是规定 而且只要是食品检验违 就是要公布厂商的名称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台中市政府 他们已经查了22次 代表说他们也觉得 可能不可置信 为什么 因为西部特罗依法 他就是完全不得检出的 这个他的毒性 是比萊克多巴胜高上千倍的 所以是完全不应该有的 这几天这个绿营 在帮他们变回来 这个西部特罗 非常的昂贵 谁会拿这个去喂猪肉 那这个猪肉 可能是什么猪肉界的LV 有毒的 还是一样没办法比喻 比喻为LV 所以想说意思就是说 这个很贵啦 不会有人拿他去这个喂 对 我也觉得不合理 但是问题就是 事实上就是查出来吗 你说台中市政府 有无聊到 选举才刚选完 而且要冒着造假的风险 去编造这种事情吗 这个一查 一翻两瞪眼 本来要送中央 然后要去查的时候 台中市政府 这个官员要陪同 结果呢 司教署来说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还在说 哇糟糕了 这下可能不妙了 结果还好今天至少查出来是有 结果呢 吴秋美讲说 这个检验出来的量非常低啦 很低大家不用担心 不是啊 依法就是不得检出 然后你现在在那边讲说 比较低 那不然这批肉 你们把它吃掉好了 所以说这个很奇怪嘛 重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解除恐慌 这几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说 你我们现在 没办法冒这个万一 不怕一万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万一真的有查出来有了 万一真的吃下肚 有问题了 谁担得起这个风险 现在过年要到了 而且台糖的肉讲真的 是大家 它算是比较 公信力比较高的嘛 大家会觉得说 我买它的肉可以很安心的嘛 所以我们才去买嘛 结果现在查出来 这就是真的有嘛 解除恐慌是要这个 查出真相 而不是去隐匿事实 所以说今天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简单 食安是科学 它跟政治无关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我们这几天都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结果呢 民进党好像讲 哇 盧秀燕看起来 国民党2028要推他 赖信德这个 连任无望了 我们自己打下去 对 现在就开始打 给我打 盧秀燕 我看昨天这个绿营车役 还在那边留言说什么 你看 盧妈妈那边演戏 那边造假看得很恶心 现在到底是谁恶心啊 截图我们都准备好了 这两天这个 有多少人上车 现在翻车这个资料 我们接下来 会一一的帮大家公布 大家来笑笑这些人 有多双标 因为过去 大家不要忘记 去年的新北 这个乌龙未要案 他们是怎么标准 今天又是怎么标准 如果放下来 他们有一一贯支 到底是谁双标 我觉得这个很明显 来 建民哥 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了 只能说王碧胜他之前 互航的太夸张 今天拍拍屁股 我出国了 但是我在脸书上面 写的疑点 都是真的 但验出来就是这样啊 好 第二个 今天最有趣的是 今天石耀署署长 讲了大白话 我真的是有验出来 但是 验出来不代表什么 那个计量非常少 第二个事情是说 他这个还要请 专家学者来研判 奇怪 怎么会验出来 其他都没有验出来 好像留一个伏笔下来 第二个 行政院 包括农业部市长 也直接说这是单一个案 行政院也说是单一个案 还想继续推下去吗 这就是他们现在的一个做法 包括这个卫福部 农业部 还有行政院 以及经济部 经济部也发了梗图 说他梗图做一个比较 这个比较是 中央验了298件 没有一件验出来 含有西部特罗的这个solo金 那左边的这个梗图就说 台中市政府验一件 那一件验出来 然后这个台糖有必要什么什么说明 他也不敢 在像之前的态度 这么赤艳艳的 这么对台中市超派 这样子 然后就叫台糖说 你还是要台糖有必要跟国人说明清楚 因为快过年了 对 我们一直强调 猪肉是不是台湾的民众最大宗的食用的这个主要食品 是 是嘛 过年你几乎 除了吃素的民众之外 哪一家里的这个家家户的桌上的佳肴和黏在 里面没有猪肉的你告诉我 所以今天台糖安心屯他的梅花猪肉 尤其现在这天气冷 这礼拜这几天有寒流 大家会吃火锅 你在吃猪肉的时候会担心了一下 西部特罗刚刚不管是禁言还是宇仙讲的 全世界都禁用 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是很危急的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卫福部可能建立新习 然后到了后面 刚刚少和你讲到一个关键字 单一个案 是 他们现在的全部都讲说 台中市政府这一件也只有唯一一件单一个案 我刚不是说经济部做了一个主图 298件VS一件 对 农业部也是 衛福部也是 行政院也是 食安部门 行政院食安办 刚刚中午也开了记者会 也是单一个案 可是你要对照 一开始当台中市政府在1月15号传出这个事情 他们验出来之后 2月1号再复验 2月2号开记者会 2月4号把简体送到中央 对 这个东西他们不敢把流程耽搁 因为万一啦 你回过头来讲 假设今天真的验出来 假设今天验出来 台中市都没有讲 那中央到时候可不可以说 你隐匿啊 你赌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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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赌职你隐匿结果啊 你不讲啊 你台中市会这样子隐瞒 食安是民众最不能容忍的 因为瘦肉筋 虽然我们在2021年 就是莱克多巴胺是开放的 可是 西布特罗不一样 他是零检出 刚刚宇仙也跟大家讲 他的这个药性是莱克多巴胺的近千倍 对 那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而且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心跳加快 心悸 神经跟呼吸系统 这会影响人类的这样一个 身体的这个状况 所以大家更紧张 那可是今天因为食药数 他的复验结果跟台中市 复验结果一样 不管你是0.002ppm还是 但是刚刚不管讲说是最低下限 还是最高上限 最低值 那个都是0.0013跟0.0014跟0.0014 验了三次都是这样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 现在他们把他状况缩减为单一个案 是为了减低对他们的冲击力 因为卫福部跟这个 王必胜被打链得很重 不是 靖民哥 他们一直在说单一个案单一个案 但现在对于全国的民众来说 我要知道的是真相 为什么你抽减这么多 都没事 为什么这一块肉就有事 你之前带这么多风向 你不想让人民知道些什么 所以王必胜跟卫福部的说法 很容易流于 变成帮厂商护航讲话 尤其是王必胜之前那五点质疑 王必胜虽然后来 今天出国的时候关机 他就说 我那五点质疑 没有一点是质疑的 我真的觉得玩文字游戏 质疑又不是质疑 那到底什么才是质疑 那你当时就是对着台中市政府 然后认为有必要那么急着公布吗 那我觉得卢秀燕和台中市政府的EQ真的很好 他们在回应的时候都说 希望能够站在人民的角度 而不是站在厂商的角度 因为这个案子是台糖 不要忘记台糖是国营事业 然后之前在验的时候 又是个续产会 续产会也验 没有问题 续产会又是跟农业部 和整个中央的关系千丝万缕 去年发生了超市丹的事件 巴西进口丹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这样的一个信誉 让中央跟王必胜 和卫福部农业部 和这个实安办 全部绑在一起 民众一定会认他们说 你们现在是不是变成赌值了 然后挖民转倒回 那现在行政院今天中午也讲说 其实这个案子我们秉公处理 秉公处理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两个四个字的 第一个四个字是单一个案 第二个四个字是秉公处理 我们并没有针对哪一个县 因为他们现在知道 他们恐怕踩到雷了 秉公处理这四个字 真的有在现在执政党的脑子里面吗 如果真的秉公处理的话 请问前几天在放什么风声 你王必胜在放什么风声 你陈廷飞 蔡宇宁在放什么风声 要台湾去告啊 现在大翻车了 那些要告的人现在在哪里 现在包括了蓝营 现在包括了民众党 全部都在骂王必胜 出来面对 出来打球啊 我觉得王必胜的反应很怪 就是说第一个 我先讲 不要 因为卢销人讲说 你去看实安法 他也是一个 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法令 基本上来讲 他的状况是 他状况是说 我只要认为你有这类似状况之余 不用确定 我就可以叫你暂停贩售 我就可以叫你暂停作业 所以就说 我台中政府只要怀疑 你里面有西部特罗 我就可以叫你停止 我甚至都不一定要 要确定我有减出 我就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你厂商要申父去申父 因为他实安法是一个 把人民健康保障 摆在最前面的一个法令 那现在状况是说 台中政府验了22次 中间21次验出 他才去公布这件事情 你今天来看 这件事情上面 谁间列欣喜 台中政府没有间列欣喜 因为我并不是说 我突然抓到一个东西 抓到一件 我就赶快公布 然后希望去弄坏人民的欣资 不是嘛 我22件中间有21件有的欣资 当然告诉民众说 这个东西有问题 然后我叫你台湯 赶快先把你先暂停作业 不要继续卖 那你台湯要走申父去申父嘛 对不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状况 那而且我今天来讲 依照实安法 直辖政府本来是主管机关啊 对不对 我就直接去公布这件事情 是原本没有你中央的事情 你中央其实你只是说 那我就去查 我就跟着去做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东西 是你中央跳下来说 意思是说你直辖政府做错了 我做的才是对的 你不可以那么早去公布 法令规定它是主管机关 你跳下来多事去指责它不对 才把事情引火上升嘛 他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讲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单一哥啊 我们就去查查看 我们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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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维护人民的安全 的实安 你今天都没有这些事情 这样就很漂亮 你为什么要抢着当台唐的发言人啊 对啊 你就去打台中市政府 今天才变成打脸嘛 你王毕胜今天莫名其妙 你前面K的台上市政府 政府这么多天 你不知道今天大家要找你吗 他知道啊 然后你今天跑去 你今天出国是怎样 你今天本来不是 应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狠狠打脸如秀燕吗 结果你今天跑去之后 而且这个事情本来是小事情 就是它本来可以变成是单一哥案 台上市政府公布了 台上市政府公布了 台上还会回收 然后我们政府再去清杂 看没事就结束了 对 你现在对方搞到说 你政府讲什么人家都不信 你现在还要凹单一哥案 还在凹说 可能是被污染 我问你啦 0.01ppm你怎么污染啊 你是把它泡到一个水里面 0.01一个容器里面吗 这要算很准很准 要算很准 你有手抹一定超过嘛 你说一气污染 你拿一个一定超过 你到底怎么做到嘛 还在凹这件事情 而且你现在越凹 民众对食安就越没有信心 我们看到王毕胜出国这件事情 倒是谁讲出来 其实是薛瑞仁今天讲出来 大家都跟他说 奇怪王毕胜今天到底去哪 他说薛瑞仁说 他是因为私人行程出国啦 他也定调一件事情是单一事件 单一事件完之后 我们刚刚提了非常多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要切割 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 红色这个部分 他跟大家讲说 之前不是王毕胜说 可能有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吗 他说没有喔 现在除了这件 我们不排除饲养 屠宰 切割 运送 是不是有污染到呢 后面就我刚刚讲的单一个案 好 我就觉得奇怪啦 静平哥 之前不是说 中央已经介入下来了吗 包括饲料段我也查啦 毛髮血我也查啦 屠宰场我也查啦 现在薛瑞仁他又跟大家讲说 有可能是这几个地方 也有可能会污染啦 可能是怎么样 你前面都已经查完 现在又回过台再查一次 这不是推卸吗 所以你其实对照薛瑞仁 跟王毕胜的说法 两个人的做法稍微有点不同 因为经过了这个大翻车之后 薛瑞仁的讲法 会比较把来源多元化一点 他不会仅限于一个 王毕胜 他 刚刚在脸书 一个小时前 最新的这个发文 他是 除了解释他这一次是 几个月前 他就跟家人订好 出国旅游啦 看来我没有出国的命 还哈哈哈哈 这样子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 然后 他还把事情 限缩到 刚刚我们讲的单一事件 单一个案之外 他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这个检体受污染 对 他说因为你这个原来的这个检体 这一包 他一直强调说 那一包是全台湾唯一验出 有希布特罗那个微量很低的 检验值的0.001或0.002ppm那一包 全台湾就只有那一包 除了那一包之外 没有都验出来的 其实有或没有 你只要讲说 有或没有就好 有了 那我们跟地方一起合力去找出 他的来源 那有问题可能一律的地方 其实这样一句话 不用再讲那么多废话 然后民众其实 好 中央地方你们会合作 就这么简单而已 但今天他已经变成 在王必胜之前 杠上卢秀燕 杠上台中市 然后五点荒谬 五大荒谬 五点质疑之后 这件事就已经变成政治化了 那政治化之后 你现在要来把它收藏 把方向硬拗过来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刚刚说 王必胜把它变成说 单一个案 他那个状况可能是因为 简体 原检体 连陈廷飞刚刚也在最新一个小时前 他脸书也说 我们讲的就是那个原检体 要台中市政府交出来 你为什么这么晚交 其实晚了两三天三四天 跟一把行政流程都是两天三天 他们现在还继续咬台中 他就咬台中说 你为什么那么晚交出来 这陈廷飞讲了 我们要的是原检体 台中市不就交了原检体吗 那交了原检体 王必胜又说 原检体会不会受到污染 因为只有那一包 而且那一包刚刚不是讲的 被检查了二十几次 那会不会在检验的过程当中 遗弃还是什么污染 所以我说他们现在就把方向 就好像你在研判一件杀人案 你就一直把方向 锁定在那个 凶弦的这个凶器 是不是有很多人摸过 指纹有很多个 不是只有凶弦 怎么样怎么样 就一直锁定了 可是另外一个办案的方向 就是我刚刚讲的 卫福部长薛瑞妍 毕竟他就比较小心 他不是跟次长的等级一样 他就会说 哎呀可能是在切割 土宰运送飼料养殖 都有可能有问题 台糖也有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台糖后来 刚刚中午可能受到压力了 他也出来总经理 出来开记者会 他说我们也在全面回收 然后去检验 包括我们的整个过程 所以也不敢把话讲死了 所以整个局 都是薛瑞人最聪明 他看了几个前辈 都陆陆续续倒 要翻车了 我赶快讲广一点 他就把来源扩大 那他只有一句话没讲 就我刚刚说的 他只差一个 我们会跟台中市政府 再合力 中央的食药署 跟台中市政府的 卫生局跟食安处 我们一起再去想办法 把我刚刚说的 这么多来源的这个管道 把这个有问题的肉品来源 找出来 他只差没有讲这句话 因为其他上半 前半段他都该讲了 就讲 有很多可能的方向 这样子 他也没有像王毕胜 就定调 就只有那一包 所以我觉得薛瑞妍聪明在这边 520后搞不好 薛瑞妍还是有利用的价值 那520后 王毕胜有没有 我就不知道 就要看赖清德的智慧 所以你看这一件事情 瘦肉精冲击 连高层都不敢大 因为火虽然可能烧到 这个陈建仁 大人跟大内阁 可是一不小心 这里面有很多人都会中弹 没错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一定会想问 那奇怪 为什么台中市的这一包肉 有验出来 包括中央跟地方都验出来 那中央不是也去查了 同批号肉吗 都没有啊 那会是什么原因 大家刚刚有说 被推给是单一个案 被脱出污染 或是其他的可能性 现在还有一个可能性 叫做洗产地 好 你可以看到张立善 这个地方他是怎么说 他说啊 张立善有洗产地 欲别在进口瘦肉精猪 会不会有洗产地的可能性呢 那洗产地完之后 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这一包肉 到底从何而出 所以现在被大家讲 我们就验DNA吧 验DNA 是不是一个最快的方式呢 验DNA 你就知道这块肉是不是 会不会是国外的猪 跟国产的猪 混在一起来给你贩售呢 好 当然针对于这个洗产地 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 台糖这个相关 他就说啊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混美猪啊 但因为很多的猪农都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就来验DNA啊 连卫福部也说 说混东西是严厉的指控 好 雨萱 他们前面才讲 混东西是严厉的指控 台糖跟你说不太可能 但现在猪多可能 都会去想说 不会吧 难道甚至国外猪混的 所谓的进口猪混 台湾猪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然你验了这么多份 都没问题 台中这份有问题 如果正是这样 潘朵拉的盒子 真的要被打开了吗 你打开了到底是猪肉 还是 王必胜的潘朵拉盒子 我看老半天我就懂了 他对DNA很敏感 你不要随便跟他提 讲都验DNA 我讲猪肉 猪肉 王必胜 我现在看懂了 为什么他从第一时间 就跳出来反应这么剧烈 因为他就很害怕走到这一步 这是他内心最深沉的恐惧 就不要验DNA 拜托 千万不要再乱动这件事情 但我讲白了 今天验DNA 他是要验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到底 因为我们国产的台湾租资跟 来自国外进口的 品种跟品项都不同 哥哥你如果知道就知道 包括像你像中国大陆 他们都会大量的引进 国外的种族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他们的配种 所以最后你根据肉品的特质验证 他可以了解到说 他是来自于哪一个国家的租资 对 因为刚刚后资哥一直在讲一个重点 他没有办法透过间接污染 就是我勾到 我背到我用针 我用打进去 因为他是整个产品里面都 平均分布着0.001ppm 要嘛浓度太低 要嘛扩散度太过均匀 所以他显然 目前看来得到的激象之用都可能 用加 所以吃的嘛 那如果今天验证出来说是国产株 那代表第一件事情 台湾国内有人可能在使用 那就问题大条了 那就变严重的食安问题 如果说是第二种 发现这丹麦株 美国株混出 别的国家的株资 那代表什么 有人滥用把进口的株资 特别是美株 然后混在我们台湾国内的猪肉里面 来做通路贩售 但我觉得怪异的是怪在哪里 当然啦 你王必胜对DNA敏感这一回事 但是 现在整个中央政府 他秉持的态度 跟过去在巴西鸡蛋的时候一模一样 各位还记得吗 那时候巴西鸡蛋的时候 整个我们讲 卫福部也好 农业部也好 清一色的替谁护航 超市 替超市护航 超市很辛苦 跟你讲说绝对没问题 甚至最后这批鸡蛋 几千万克全部通通销毁 对不对 包括从采购的流程到品项到品质 那个蛋有勾到 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国塞 有没有 这个代表蛋液根本不干净 然后包模到有没包模 我没看到整个主管机关 相关政府的态度 他辞的是什么 辞的是站在厂商的那一方 那时候是再三主张说这个东西 对不对 保证没问题 所以你对照如今的猪肉门 完全是一模模一样的态度 满满的既视感 对就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但我就要问嘛 一样的处理方式 它的底气是什么 过去为什么农业部 有这样的底气 敢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理由很简单嘛 立法院过半全面执政 才是背后的李文本嘛 但今天王必胜250的地方在哪里 再来说他没有注意到 时空环境背景大不相同 但这些官员已经养成了4年 养成了8年这种 对于监督力量 甚至是反监督 甚至是反批评的一个习惯 这些所有的官员 从王必胜 薛瑞委还算聪明的 给他逃过一劫 到吴秀梅 他们等下面对到的是 赖清德真的会去站在他们背后吗 对 我打到一个问号 吴和林之前让你牺牲掉 对 当然非常有这个可能 而且能不能增加赖清德支持度 当然可以 何乐不为 而且这些人本来就是 殷朝 前朝留下来的遗毒 而这些遗毒 竟然中毒太深了 我现在是不确定说 到底有多少 这个猪肉有西部特罗 但我可以很确定的是 这些官员都中了官癌 每个都得大头病 这个大头病非常严重 所以一个一个一个 从你王必胜到吴秀梅 随便都等下台 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关键 这一次盧秀燕表现真的非常的沉稳 你可以知道他前面 对于民进党来说 大家都认为说他可能是四年后 要选总统一个大的敌人 被人家形容说毁如计划是要来 原本讲说都检验没有问题了 一定是台东市府在搞鬼 现在翻车之后 你可以看到盧秀燕真的是非常的稳定 今天跟大家讲 昨天跟大家讲 都是在挺基层或是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 譬如说他说捍卫食安 不分中央与地方 他也没有跟中央直接来开干 他只跟他讲就是食安第一 这一次的毁如计划真的完全失败 被盧秀燕彻底反杀吗 我觉得他们错过了盧秀燕的政治性格 盧秀燕是一个非常沉稳 然后有耐心不照进的一个人 比如说我们这样讲 最简单讲 2014期他那时候就可以选市长 那时候但是胡志祥老胡要选 他就你选 然后结果当然运气也是运气好 那一年国民党被 连世文拖累选的很惨 然后老胡也落选 但以他那时候的能量 他其实就可以选 但是他就是会做得很顺畅 不照进 同样的状况 他现在来讲 国民党虽然看来 他是最有希望挑战2028的人 但是他的状况 他也一直没有很急 如果急的话 我小心说他如果前一段时间 稍微只要坑个声 就下台了 对 他只要愿意说我要接 一开一枪 就下台 没有 他让你租路人好好地做 他的局看得这么透彻 我觉得他的状况就是 他不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强求照进的人 所以他不会去 建立性 希望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去突然一炮打响自己 他不是那个性格的 所以他就是一路都成成为了 所以你说这件事情 我刚刚讲的 他验了22次才公布 他不是说我希望建立性 一件事情我就整个上去 所以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是误判的如先 再一个就是说 民党 王必胜就是标准过去4年 民党为什么选得不好 其实就是王必胜这种最标准 遇到事情先干嘛 先升高冲突 蓝绿对抗 然后把 然后硬拗 然后用民粹把你压过 那时候四个不同意 他们原本的状况 原本的状况 那都是民党 民党自己坚持的东西 他可以完全带着支持者 反过来否决过去的自己 反正我今天说 我今天说这样就是这样 我觉得那个是民党过去的习惯 可是也是因为过去的习惯 让民党这次选得并不好 国外选得不好 赖清泽的票数也不好 虽然他还是赢了 但是票数也不好 所以整个社会大氛围 已经不能够适用 过去那套游戏规则 你过去那一套 你现在状况是 让你的老板被大家骂 比如陈建仁下来讲说 什么捕风作义 大家现在讲 你陈建仁出来讲 到底谁在捕风作义 现在证明就是有 你自己被打脸 你要自己怎么办 赖清德那时候也不会护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说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 我觉得在新的国外生态之后 或新的民意之后 我觉得民党这个模式会变 来 靖言 你怎么看 我们刚刚常说 卢秀营未来可能会增大位 所以绿营当然要 抓着这个机会来打 如果我打成功 520我有机会留任 我有战功 第二个是绿白门 最近真的烧得非常非常凶 绿白门让绿营快裂解了 大家逗来逗去 三条线 几个线 怎么吃 所以干脆把重心 放在他这个地方 没想到今天又被反杀 这个本来他们在讲说 你看台中市跟卢秀营就是见烈欣喜 这个在什么 后侯友宜时代 虽然好像本来也没有侯友宜时代 这个可以一路崛起这样子 然后挑战这个2028 那问题是到底是谁见烈欣喜 你现在台中查到这个东西 一样嘛 刚刚我们说了 这个东西一番两个影响 实案的东西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然后反而是绿营 开始全部开始大骂他 然后彻翼 然后在争论节目上 全部去狂轰他 然后还讲说 你看台中市 这些人就是假面 然后查到这个东西 然后就开始出来 好像抓到一个辫子 然后就开始大做文章 那问题是讲回来 你说像王毕胜这些人 我觉得今天陈培泽讲得很好 陈培泽就是中研院的院士 他讲说什么 王毕胜这几年来的问题都一样 我觉得他讲的不只是王毕胜 他讲的是民进党政府的这些官员 他说科学素养可能不足 对于资料的了解与叛读 都不是从科学观点 而是从政治观点 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些执政党在做的事情吗 明明这些就是很摆明科学的事情 张立桑也讲了 张立桑也讲了 希望不是有这个混合猪肉 或者是稀产地的问题 如果今天一个好的政府 应该是要做什么 这件事情 对哦 而且台糖是经济部下属所管的嘛 那我们一定会清查相关的东西 包含说台糖自己要去做检验 他手上所有的这些 无论是美化素 甚至是扩大清查 然后我们各个县市政府 也要去这样子做 反而应该谢谢台中嘛 怎么反倒是 台中查到不行 马上开始大骂 如果今天假设真的是高雄查到 他们会是这样的态度吗 可能还作求给陈其脉 对不对 陈其脉变成这个食安的战将 守护人民的安全 所以到底是从这个科学的观点 从守护人民的观点 还是从政治观点出发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受不了 民进党的这件事情 从这一件事情又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永远都是政治优先 没错 这次食安事件 政府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到底这块肉到底发生什么样 我为什么会验得出来 你其他验 为什么没办法验出来 你的DNA到底是怎么样 国人都在等 另外对于柯文哲来说 我2026我势在必行 我2024我知道 我自己的路战很差 我虽然有小草 但小草看起来不够利 因为投票率不够高 没有所谓的 其他高学历的投我 所以路战我要打 柯文哲他喊出了一个 叫做100亿千计划 所谓的100 就是说100个议员 一千是一千个代表村里长 如果可以达到一百一千计划的话 2028才有机会 简单来讲 我就是2026这一局 我要全部人都下去 我一定要选上一百个议员 甚至一千个代表村里长 等等 我们才能做这些地方 组织不足的地方 才能做所谓的整合 自己又说 支持者大多数年轻人 中间路线高学历 而且民众党得票最高的 都在科学园区 那这个民众党中市党部主的江河树 不知道是要捧他 还是怎么样 他说出了 柯文哲2024在台中 拿了30%的得票率 所以我们建议柯文哲 到台中选市长 深耕台中 壮大民众党 不对 你们主席是2024选总统的 你叫他选台中 什么意思呢 那董志生说 你要小心 蓝银要小心 跟白银合作要小心 很明显白银就是想要吃掉你 那这个头号科黑 被网友形容 头号科黑的科前幕僚 吴静怡 他说小草过年返乡 怎么面对老人乡下眷村 没读出低收入 柯文哲不是跟大家讲说 要回去说服父母吗 那柯文哲之前又是因为说什么 如果今天只有 这个大学学历 才能投票的话 我就一定赢 那请问小草该怎么去说服 他们这些可能是老人乡下眷村 没读出的妈妈爸爸 或是爷爷奶奶呢 应该怎么办呢 但我们要先从一个来谈 100亿千计划 宇轩你怎么看这个计划 柯文哲真的也这么有底气 可以在2026 喊出这么庞大的计划 我一定选得上 我一定可以 好 我问一下民众党这次立委提几个人 10个啦 区立委就10个啦 对 11个 有没有半个选上 没有 这10个都搞不定 还想搞100个1000个 那10个为什么没选上 中央没给人没给钱没给资源嘛 所有整个计划的重心 都还是放在柯文哲身上嘛 所以来来来 看一下这个计划他在讲说什么 他说如果有100个 我跟你讲啦 100个1000个代表 村里长可以打到1001000计划 2028年才有机会可以赢啦 你知道是这样 他重点还是帮他自己啊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在讨论说 要怎么样让柯文哲继续赢下去嘛 就是一个艺人政党嘛 这搞不定嘛 这是第一件事情嘛 这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过 民众党造势场合 就像那种马戏团大会演出 你知道为什么我讲马戏团吗 马戏团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他今天在台北演出 对不对 到台中对不对 到台南对不对 都同一批人 同一套剧本 同一套剧嘛 所以你就仔细看嘛 怎么在台上的欧伟都黄珊珊啦 陈志涵啦 然后李国鼎啦 然后一样啦 吴怡轩啦 林真宇啦 就那一整个 台北也这一整个 台中也这一整个 所以你们连人都找不出来 好全部给你撒下去 大概几个 二十个 那你要怎么抽一百个议员 所以到时候 随便乱找嘛 东拼西部嘛 我跟各位保证 他到时候要怎么样 拉到一百个议员 很简单 他就找呢 国民党跟民进党之前落选的 然后选不上的 然后拿不到提名犬 说来来来我民众党给你提名 就是这种吸收的方式嘛 那好 那吸收完之后 请问这些人中央会给他支援吗 会给他人吗 林立委十个都做不到 你觉得一百个他会去顾他 你看一下柯文哲的态度 所以到时候就抗我怨嘛 有到有 好有到 实际有到 又在玩杠杆啦 就是有就中嘛 有就好 所以跟你讲 他喊一百个 到时候中十个 他柯文哲就跟你讲就好 没有啦 像这样啊 我们这个小党 能够拿到17议员 其实这表现得蛮不错的你知道吗 大部分都双北 新北 台北地区啦 到时候又是双北地区在拿 而且各位你要知道双北地区有个现象 柯文哲的影响力 以及投票率越来越低 是 从过去他可能可以拿到四成 然后到后来到三成 到现在最新总统大选可能两成多 对 这凸显就有个状况 柯文哲这个人有距离没 你知道吗 只可以远观不可泄蜿蜿 你当你离他越来越近 横看陈寗 撤城龙对 然后往前一看 哎呦竟然是这个叉叉一坨 他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嘛 跟你越熟的人越恨你嘛 对不对 因为误会才会结合 才会票投给你嘛 因为了解而分开嘛 柯文哲现在典型这种现象 所以 未来你在台北双北地区 你真的还能够拿到这个票源吗 我打上一个问号 再来他现在说1000个代表跟村里长 其实他真正的理文本是什么 你不要忘了 柯文哲2026年有个宏远的梦想 黄珊珊要选什么 台北市长 黄郭昌要选新北市嘛 他昨天又说我要选新竹县了 他高兴就好 他要选哪里都一样啦 反正结果都会是一样的 反正都选不上嘛 对不对 然后张琪凯要选哪里去嘉义 嘉义 所以好那你之前全部傻下去 那请问会有半个中奖吗 没有嘛 所以这些县市首长根本都不会选上 所以柯文哲现在等于是瞎混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跑去搞组织战 所以能一元一百个 能中十个算我好运 给我好运算掉不是要怎么 一千个代表一千个村里长 这个完全就是烂鱼冲数嘛 就是烂鱼冲数嘛 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是寒爽的 就是一场大赌博 都是为了让我2028这一年更有机会啊 反正这是他巩固 他认为说这是他冲刺地方基本盘的一个做法嘛 对 但讲白了地方其次才有差差的生态跟文化 过去为什么立法委员藍白盒可以成功 因为白鱼是空战 空战很好转移 我想投你就好了 但蓝鱼的票源是什么 蓝鱼的票源是 基本组织装脚营运地方经营居多 对 除了少数像台中四小福之外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属性 那我就问你 当你这些人撒下去的时候 你拿不拿到国民党票源 你拿不到 所以你仰赖说 我希望能够单纯透过空战 然后因为刚好议员席次他要求的门槛比较低 能够混个一席两席 能够在地方上拿到选票 能够赢得选战 但是这又产生另外一个大问题 请问柯文哲的票源有没有办法转移到黄珊珊 有困难 转移不多 柯文哲的票源有没有办法转移到李国鼎 我觉得这也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就是说 他叫李鼎立 我又讲出他的名字 没关系 对 我知道 但是我会说他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的转移度会非常非常低 更遑论你今天要转移到村里 这样 大家好 我要选李庄 我叫张某某 我是柯文哲的庭的人 然后地方就会去支持 所以显然这很难 因为他现在是想要用空战的层次 去影响到地方层次 打造自己的组织庄角 但我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柯文哲最后的结局 就是他的盘只会不断的萎缩 而且永远他都只会局限在那一群空军的层次 在假装自己是陆军 事实上还是飞在天空 难道这一切柯文哲都是吃人说梦吗 我就提嘛 一百一千计划 先提出来有个梦想也好 好 现在我想问 这个江和树到底在搞哪招 要捧自己老板也不是这样捧吧 一个总统的参选人 候选人 叫他选台中 什么意思啊 邵文你刚刚也提到那个是梦想 以前阿扁告诉我们有梦最美希望相说 所以如果这个柯P因为执着于说他的这样一个理念 过去他跟陈水平的交情 所以有这样一个梦想很好 但是要务实不务虚 那你把他当一个梦想做一个高标 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民众党继续冲斥这两年跟2028年的未来四年 但如果你真的要务实一点的话 这是一个数字问题 不是一直强调科学理性 这个务实 对不对 科学理性务实吗 柯P跟江和树 其实就是犯了一个毛病 三个字 大头症 那一百个议员 我如果是柯P我不会这样讲 民众党在2022年的时候 你去爬梳一下网路和中选 我刚去查了一下中选会的选举资料 他提名了86个议员 全台湾 台澎金吧 总共86个议员结果上了14个 对 中奖率 也就是说他当选率是16% 所以如果我是柯文哲 我会说我希望2026年民众党的议员 当选率能够突破30% 那这样30%的话 也就是我可能至少 我如果再用86 我提名100席到86席 我至少要上30席 这样子更务实啊 30席就是有成长了 要不然到时候 为什么4%党那时候被人家嘲笑的所为何来 就是在2022年那时候选举的时候 全台湾全国的这个议员的得票率 民众党加起来就是4% 连台湾激进党跟时代力量都还比他高 但是民众党如果要提100个议员 我会跟大家讲 现在从这个柯P的说法夸下豪语 1000个代表 代表是指乡镇市民代表 100个议员是包括六都 包括我自己 我们六都跟这个各地方县市的议员 那这数字他绝对达不到 今天是2024年 我们过年前 我就跟大家讲 柯P讲的数字绝对达不到 2026年等到11月底 12月我们再来见真章 你就知道 我们到时候再来节目上 要坐在这个摄影棚 我们在review今天的这个录影的内容 你就知道说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看过 当民众党在桃园市 当时还来找我了 我不敢说跟他们上课 我给他们意见分享 他们所有在桃园市提名的 这个民众党的议员候选人 还来找我 对 我跟他们做一个 我为什么会选上议员 然后我做议员要怎么样做选民服务 你这么好心哦 还教他们啊 我还赞助他们每个人两面LED 杯的看板 一面3000多块 何心来的啊 我还赞助他们每个人 当时桃园市有13个行政区 扣掉一个复兴区是原住民自治区哦 有12个区 如果你真的要 要100个议员 你每一个区都要提一个以上 可是2022年的时候 民众党只提 6个议员 连一半都不到 没有超过一半 你这样怎么充过100个 那你当然可能你觉得2022年是牛刀小事 我这样的 因为2022年他们提名了自己三个县市长 包括高宏安 在那后来高宏安当选了嘛 然后提名了86个议员 那如果2024年 2024年你整个大选完 你觉得挟着柯文哲 300多万票的余威 你2026年可以这样复制 以我知道我们桃园市有几个是恐怕想要再次 这个披着民众党战袍 可是也可能因为这样子 他们的冲突日升哦 又开始有点这个不合 所以地方有地方没改 越基层的选举台湾的状况就是这样 从议员到里长越低越基层越难选 因为那要人情拔暖 那只有几百票几十票就要决胜负了 那民众党如果就像柯P和江和树你这样想的 到台中选市长啦 江和树我觉得你拍错马屁 你这样子柯P会很不爽 因为你这样绑住了他2028年怎么选总统 对啊落跑了 而且你到台中选市长 你不见得选的银江启程 台中市就是传统红黑两派 我跟你讲啦地方县市长跟选总统又不一样 选总统是全国你只要有一个 你的政策你的怎么样 还有包括媒体空战 你在选市长的话地方还有一些派系的话 我觉得江和树做梦 那柯文哲你也跟着做梦 2026年你很快又会遭到一次花铁路 尤其地方组织没有生根的话 你在讲选上多少个都没用 来靖延你怎么看 我们刚刚有讲 你就没有人啊 你要选什么 如果没有人的话又要广发英雄帖 广发英雄帖跟之前选举一样 哇 太多又被人家情有牛鬼的时候承认 又被人家说是你是民众塔 会变成2.0吗 好 第二个事情是 孙子兵法能奏效吗 之前都已经讲了 如果今天是大学学历才能投票 我一定赢 那那一些对于那一些婆婆妈妈 那一些爷爷奶奶 以前球技就不那么高 孙子怎么再去劝家人呢 对 柯文哲不是在那边讲说 这个如果大学学历才能投票 我一定赢 第一个先不讲说这个学历歧视 这个我倒往比较好的方向去想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在生根小草 小草现在都才读高中 他可能是怕这个小草们为了挺柯文哲 然后就辍学 不继续往上向学 所以他在讲说这个 如果投我票的都是这个大学学历的话 我一定会当选 他在鼓励这些小草 一定要继续进修 不要这个半途而废 你看柯文哲是一个多么正面的人 是 对 看起来是这样 是 不过刚刚以上是玩笑 柯文哲是想要做什么呢 他就是想要搞一个这个特殊的宗教信仰 如果是以行销来讲不得不讲他蛮成功的 就是说他想要塑造一个加入我 支持我 很高级 很不一样 而且他不是第一次讲类似的话 他去年在选举的时候他在讲说什么 他说这个蓝绿造势都是动员 来参加我场子都是自发性的 高知识分子 他特别强调这个 所以没有来的意思是怎样 这个学士不足吗 然后现在又在比学弟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个看得出这个人心里就是瞧不起别人 第二个他想要塑造说 请我柯文哲 请我民众党 是跟以前不一样 很清新很了不起 那他有缘吗 那问题就是说 你透过这样子 他这个很像 你知道有一些那种老鼠会 还是说什么 搞那种 这个不知道什么 直销直销的方式 所以吸引这些人来吗 那问题吸引这些人来 那你要相对的要给他们说 我要认同你 我要加入你 我要愿意为了你去参选 但如果我是民众党 确实我现在一定要想办法 2026我一定要推一堆人出来参选 对 因为我要发展组织 有没有想象再说 因为反正对他来说 可以梦到一两个 也是梦到一两个 但问题就是说 确实就像董之声讲的 这个也不是第一天有人讲 就说国民党如果要跟民众党合作 要特别小心 很明显民众党就要吃掉你 这个又不是大家第一天知道的事情 只是有些人脑袋不清楚 还想要再跟民众党合作 但问题就是说 你柯文哲这样子做 第一个是你能不能够持续保温 因为他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他没有任何的工作 所以变成说 这一次立法院政府院长这个大戏 他才硬要拉着八个立委 一起出来开记者会 然后由他来宣布等等这些 这个就像朱立伦一样 明明这个党团自主 然后韩国瑜想像立法院长 朱立伦硬要跑去看韩国瑜跟江启臣 搞得好像在他来巡视一样 都是要强调党主席的本位 党主席的角色 所以柯文哲的能量 有没有办法在2026 直接转移到这些人身上 这个我们还打一个大问号 因为2022的时候 他已经试过一次 那以2022的结果看起来 是这个成效不是那么好 但是确实 因为选过2022是这一局 看起来现在我有计算过 民众党的基本盘 大概你可以算有这个2成5 他可能就很简单 这样就换算 2成5 2成5可以上几席议员 他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换算 但问题就是说 基层的选举 跟中央的选举 还是有不一样 那他能不能推出 合适的候选人 还是说他又是 哦这个 然后随便东拼西湿 然后找一些人来参选 但是最后可能 反而会上到的是柯文哲 来 侯志哥 你怎么看 现在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有一个关键 就是他虽然把梦想 放在2026跟2028上面 但那光是立法院这一局 绿白门这一局 已经烧成跟什么一样 他现在怎么解释 大家都认为说 大家各自有想法 另外就是这8名立法委员 现在真的被大家进入 是没用的拔席了吗 因为绿白已经失去了 绿的信任度 你蓝跟他 轻跃开辞之后 也没有什么信任度 现在连招伟 能抢到吗 能瞧到吗 能分享到吗 我先借一下 那个110千计划 就是说他110千 是大概什么概念 全台湾有910个议员 然后他讲的那个 代表跟村长加起来 大概1万 所以他大概希望 能够拿到十分之一的歧视 但是你要知道 议员选区的话 大概很少议员选区 是有到实习的 其实并不多 那然后 所以就是刚刚靖平讲 他可能每一区 假设他这110千是 讲提名的话 他每一区一定要提两个 如果他讲当选的话 他每一区可能要提到 吓死人的一个数字 对 因为我刚刚讲的 总数只有910分之一 你没有办法 他哪里去提到这么多人 随便拉 都算我的 他现在因为这个数字 他这个数字没概念 所以听了你就会觉得合理 但是你只要仔细算 你就觉得不合理 就是你提不到这么多人 而且重点是说 你现在的选举 你能不能提到73个 73个立法委员 那才是你选举的影响 真的有影响力 那我觉得他们现在最大的战场 是在立法院 希望要靠立法院这个战场去 能够扩大他的支持 他才有办法达到这些东西 问题是 你现在立法院的表现 其实洗手是并不好 对 你前面讲了一堆 一堆说我们都是理念 什么什么之类的 要大家来面试 结果后来大家发现说 没有啊 你底下就跟人家在 还在瞧 还在瞧啊 而且不管是你主动 你被动你就是瞧嘛 对啊 然后呢 当初蓝白河军约犯店之后 罵国民党 这是绿白河 绿白河破局之后告民进党 你告诉我你将来接下来怎么做 你今天来讲 你现在来讲 国民党原本还有一些人 想要让招委 经过这事情都没有啦 倒好有个理由 让蓝英也可以下台 原本想说我释出善意 现在发现 我在跟你释出善意之后 你还跟绿英在瞧 那我要让什么招委咧 不是 原本其实很多人就不想让 今年国民党年轻人一堆 大家都想要出头 我怎么可能把东西让出去 你知道让招委是什么概念 让招委是表示说 我这个委员会的 我将来所有提案都求爷爷告奶 麻烦你整个招委帮我排 我总不能去求绿的吧 原本是他来求我 现在别人我去求他 那个让本来事情就很大条 原本就是没有这个 所以将来民众党 就会碰到这个状况 你现在每个委员会只有一个人 你不是去求蓝的就求绿的 不然你的案子永远冰在那个地方 那你将来怎么办 所以今天来讲不管蓝绿都不会 都不会给他这个舞台 而且大家本身就不信任 然后高度竞争 所以他接下来 现在都喊得很大声 我讲开议之后就见真章 你到时候看看一整个会计下来 民众党到底有没有过任何案子 因为案子是要省的 是要一路一路排过去的 他现在跟人家讲要提早开议 现在立法院根本没案子 你现在全部连续说案子都打消 我根本没有案子 你省什么 我们到时候 这个会期结束 我们来看 好 最后一段时间 我跟观众朋友说个拜拜 我们欢迎一把抓 谢谢大家的照顾 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会 我爱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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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